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播讲 下秋年 第六卷 百家争鸣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德制还是法制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钊公二十九年 进国继正国的资产之后 驻刑鼎 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 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生 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 事实上 公开才公正 公正才公平 这是法制的基本原则 然而 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理智 维护理智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 因为理智的核心是尊尊 也叫尊贵 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 也是谓语及尊崇 第二个字是名词 也是宾语及尊者 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 刑法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 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 民查顶矣 何以尊贵 再读如查 意思也是查 也就是说 民众都能看见顶上的绿条 知道什么合法 什么犯法 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 怎样才能进行规避 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顶 如此说来 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 更是为了维护德制 德制就是以德治国 正如法制就是以法治国 德制的手段是理 法制的手段是行 当然 这里说的法制是古代意义上的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古代的法制其实是刑制 因此 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 也应该叫刑律治国 弄清楚了这一点 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 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制和刑制 因为治标不治本 孔子说 导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且格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用政令来引导 刑罚来规范 人民不敢犯罪 但没有羞耻心 用道德来引导 礼仪来规范 人民不但知羞耻 而且能自律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制和理智的原因 显然 孔子是有道理的 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 也肯定是前者更好 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 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 韩非看得很清楚 人们之所以干坏事 并非有此嗜好 而是利害使然 利之所致 趋之若物 害之所加 避之不及 如果利害关系不大 或许还能讲点道德 一旦诱惑无法抵御 或者危害难以承受 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 韩非认为 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左右开弓 两面三刀 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 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 什么理智 什么德智 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 行制和法制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 工作是否到位 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 赏就要慷慨大方 说话算数 让人有利可图 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立之 罚就要心狠手辣 从重从快 让他们魂飞魄散 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弊 使民谓之 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 立法要持久 法令更是要公开 这就叫法莫如依而故 使民知之 高官厚禄 言行俊法 说一不二并且另行禁止 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 众赏之下必有永夫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 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 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 而在立法 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 而在立法精神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 要行法治 法家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韩非说 故民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利为师 无思见之汉 以斩首为勇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 实际上 无书简之文 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 无先王之语 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 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 大约也只能是 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 他们在韩非那里 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 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 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 是啊 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 孔子的德 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 他知所谓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不就是说给其警公听的吗 一个王法 一个王道 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如法之争 实际上 斩断争论并不难 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 当然是以法 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所谓以德治国 其实是以理治国或伦理治国 德治与法治之争 则其实是理治与行治之变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理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 并不可能似曾相识 厌归来 至于德与法的关系 也不难摆平 以法治国 以德遇人 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 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有法 我们为什么要有德 我们要什么样的法 我们要什么样的德 这不能不想 因为无德之德 必是伪善 非法之法 必为恶法 这样的亏 我们吃的还少吗 吃一亏 长一智 那就认真想想吧 想一想 人性该怎样看待 制度该怎样建设 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 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